像我儿子这一代人 他们总觉得 自己是世界公民 我有些朋友啊 他们的孩子在高中阶段都到 已经到外国去留学了 现在许多大学生 像上海的大学生 想到国外留学的比例还是非常的高 在复旦也是这样 想到哈佛去 想到耶鲁去 这样的志向无可非议 但是他们以为他们是世界公民 他们从小长大 他们的文化生活 他们的艺术的欣赏 基本上都是从西方来的柏来品 他们小时候看哈利波特 是吧 很少看那个动画片西游记的 然后吃的是什么 麦当劳 肯德基 我那么喜欢绍兴的菜 我那么喜欢绍兴的太雕 但我儿子喜欢的是可可可乐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和整个世界连在一起 我说不 你是中国人 你相信不相信 他们不大相信 那么这件事情谁来研究 我们今天的年轻的一代中国人 在何种意义上还是中国人 当然我们不谈种族学 不谈生物学意义上 人种学意义上 在文化的意义上 我们是不是还是中国人呢 这个问题 谁去研究 哪一门学问 社会学能不能做调查 做一个统计 出一套问卷 问卷 然后 这个你搭卷了之后 算出来 你等于中国人 算出来 你有一点不像中国人 社会学 实际上无法承担这样的研究 为什么呢 我只要讲一个简单的事情就可以 当初也是我在做复习主任的时候 有一次 美国到一个哲学同行 到我们系里来做访问学者 那么在我们系里 当然讲了两个礼拜的课 跟我们有了交流 然后他要回美国了 在回美国之前 系里派任务给我 让我陪他到上海游览一遍 看看上海的市容 然后我们就在街上走 走着走着 在一个蛇字路口的地方 他突然停下来了 他指着在蛇字路口边上 站着的一个穿制服的人 问我 这个人是不是警察 我看过去 一看 不是警察 是谁呢 是什么人呢 交通习管员 我也一下子找不到 合适的英语来翻译 我就翻译成警察的助手 然后他就问我 他站在那里干嘛 我说维持交通秩序 他说交通秩序 难道要他维持吗 我说当然 他说红绿灯不是安装在那里吗 上海的市民知道不知道 红灯表示停止 绿灯表示通行 我说通通知道 知道了他还站在那里干嘛 我说知道是一回事 遵守与否是另外一回事 他越发听不懂 他说这怎么可能是两回事呢 我说我们现在就别讨论了 我们回头去讨论 这是个哲学问题 对于西方人来说 他觉得理性上知道一件事情 当然按照理性去做 这里边不可能分开来的 我们当然 我们中国人觉得分开来是自然的 这样的中国人还在吗 还在是吧 我再讲一个 我学哲学 七八年开始学哲学的 主要学的是西方哲学 到今天将近三十年 三十年研究西方哲学 我对西方哲学的许多境界 我还是领略过了的 我自认为西方哲学学的还比较好的 我的头脑有许多想法 是接近西方的理性主义原则的 然后我有一天我就反攻质问 我问我自己 王德峰究竟是不是 西方人还是中国人 我要问我自己的 那么我怎么问我自己呢 我这样问我自己的 假如我儿子今年高考 考那所大学 后来他的成绩出来了 那个大学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也出来了 然后一比较少了两分 我面对这样一个结果 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问我自己 我想我第一反应不会是这样的 把我儿子叫到跟前来 跟他说谁让你少两分的 咱们遵守规则吧 这不是我的第一反应 我的第一反应很可能就是 赶快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找人 找人干嘛去 破坏规则去 假定我找到了 假定我突然的发现 我儿子要报考的那所大学的招办主任 从小在穿开裆裤的时候 就是我的朋友 那我非常高兴 我赶紧打个电话给他 他接了这个电话 知道我儿子考他那所大学 他马上说 没想到你儿子考我那所大学 他知道我打电话的含义了 他对我这打电话的意图 绝不反感 他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然后他就去努力了 我们继续虚构啊 假定过了两个礼拜了 突然有一个晚上 我接到了他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 说话了 我一听这口气不对了 充满居赏 他跟我讲 今年我们那个大学啊 这个破格录取的名额的使用权 上升到副校长级别了 我努力了两个礼拜 终于没成功 当他把这个结果告诉我的时候 他充满内疚 各位想一想 我正在描述什么人 中国人 我没有在描述古代中国人 是吧 我在描述当代中国人 所以唐老我们问 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还是中国人 我们是不是争设 争设的是中国人 这需要不需要社会学的统计 不需要是吧 他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你只要把问题想得比较透彻 你就一定发现这里边 这样一个基本判断 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满脑子的西方观念 就不妨碍我们是一个中国人 我王德峰满脑子的西方哲学 也没用 这真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那么哲学研究什么呢 它是能怎样的学问呢 我不喜欢在这里为哲学下任何定义 恐怕也定义不了 我们就来谈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今天中国社会的问题很多 各位到了这个年龄 虽然还没有完全投入社会生活 但是多少有所感受 有所体验 我们今天中国人 似乎有一个共识 什么共识呢 中国那么多的问题 那么多的困境 唯一一条出路是什么 完善体制 对吧 制度问题是根本 许多毛病来自不好的制度 我们所以主张 建立一个真正法治的社会 我们主张制度的健全 完善或者创新 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这个共识对不对 很对 但是 我们要追问的是 我们今天中国终于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 是不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现代文明制度呢 不是 我们的法律制度不是中国传统当中产生出来的 对吧 我们的法律制度通通都是从西方引进的 我们今天在中国的各个重要的大学都有一支 法学研究的队伍 复旦大学的法学院 有著名的法学家 他们忙于什么 翻页介绍 引进西方最新的法学流派 法学理论 希望这种翻页介绍 和引进的学术工作 来真正的推动 中国的法治建设 实际上这方面的努力天天在做 这几年来中国是世界各国出台新的法律最多的国家之业 应该是首却一指的 刚刚结束的两会 我们知道